大家好,我是Joyce 我正在讀CU Psychological Year 3 我正在在2月入了FDMT 入了四個多月 我當時也是聽FDMT Recruitment Talk 然後覺得她說的那三個Blind Spot 真的很幫助學生 因為學生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討論很有用 但我覺得也是被FDMT的 Business for Social Change 很想去reform Gen Y Market 這個Mission去吸引 所以我接著就報了 之後就入了這裏的Employer Team Consultant 我到現在為止就在做這裏的Coach 我覺得在FDMT這四個月以來 那個Work Experience很真實和很豐富 我覺得在這裏 其實整個過程裏 我有四個經驗 我沒有想過可以經歷到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這四個經驗是因為 在裏面我們是被信任的 所以我們可以有機會去經歷 或者有機會在工作上 會牽涉到更多的範疇 這四個經歷裡面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在Employer Team G&A都是對Employers 我會跟Guy和Director 去到公司那裏 真的約了HR 跟他開會 了解他們公司的Hiring Needs 他們真的想聘用什麼的人 然後再看看我們在大學的工作 有什麼經驗可以跟他分享 或者有什麼學生 其實都蠻適合他 有什麼Department 我們可以幫他 去接觸他 那個溝通過程裡面 其實對一個學生來說 你沒有可能經歷得到的 因為平日你跟DHR 只不過是因為你去面試 所以他去評論你 但這次他跟Director在一起 就是跟他很坦誠 他們會很坦誠地跟我們 去講他們的難度 我覺得是真的見到一些公司 他們很想聘用人 或者聘用極 都聘用不到一些適合的同學 而我身邊有很多同學 他們很想找工作 又覺得沒有工適合他們 或者沒有工想聘用他們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大的missmatch 真的很需要更多同學 知道自己很想進入的行業是什麼 然後去找這些公司出來 很多公司他們可能不在campus 出名 但其實他們是一些很establish 我想到公司 或者他們的網站已經見得到 第二個我覺得 在裡面真的見到 其實Hiring 去聘用人最重要的 不是我們經常覺得 要Cheerful 要Helpful 其實match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我們進入公司 怎樣可以為公司 加價 這件事是我在開會裡面 很感受得到的 透過跟HR溝通的時候 第二件事就是 在裡面其實我進入到整個 就是整個recruitment的process 由sourcing 我們去screening 有人報告 我們要screen什麼同學是適合 之後我們約他們的interview 之後我們再去selection 去看一下哪些同學真是適合的 我們去選了他們 其實當然除了我是employer teams 我們會幫僱主去請人 之外其實因為我是我自己的team coach 所以我們有機會去請自己的helpers 我們請helpers的時候 當我們選擇了他們 他們進入了 我們要想一下怎樣分配工作 怎樣可以assess他的performance 其實整個process director會介紹我們 同時我們真的經歷到 裡面的一些難處 一些細節位 是我們做學生 不會經歷得到的 第三件事就是 我們在這裡都有機會去搞campaign 因為我們自己的team 會有campaign 而整個FGMT其實都有recruitment talk 像我之前一開始去的 所以我們要跟department去聯絡 同時也要去找同學 究竟夠不夠同學 要promotion 給同學 如果公開得不夠好 我們就要再公開 整個過程 完了talk之後 斷了campaign 我要跟department 和professor去聯繫 如何可以更加聯繫 整個過程 我們都需要去聯繫 也可以去聯繫 第四 最後 就是在FGMT裡面 其實我們很多同事 都是跟我自己一樣 跟你一樣 也是在讀大學 大家都在不同的universities 在CU CONU 我們UST 都在讀書 大家可能不同的major 但是在這裡很好的 而是大家很信任對方 我們有很負責任 而不像我們平日做project 可能大家是學生 很悠閒地去做功課 而是在公司裡面 即是感受到那種同事之間的信任 我們一起去工作 很認真地去完成公司的事 所以我都很享受在這裡的work experience 所以總括來說 我覺得在這裡的internship 這個經驗裡面 其實真的很值得 還有很有價值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試過做intern的同學 intern的同學 很值得去試 因為這份intern可以讓你part time 的時候一邊讀書 一邊都可以做 生活可以做 winter可以做 而如果你去過intern 去過一些大公司 或者不同的公司去做intern的話 這份工 或者這份internship 給你FGMT的Bluebird 會被你完全不一樣的經歷 所以都應該要試 所以很推薦同學去試這個internship 謝謝